2021年1月23日 刘仲敬访谈第123期论 英国脱欧谈判 与川普卸任留下的遗产 主持人 Jimmy发布时间 2021年1月23日 整理者 三马兄 主持人 我们知道 上个月月底 也就是2020年12月26号 英国终于完成了脱欧的协议 代表现在 英国已经正式脱欧 有人说 脱欧以后的英国 无法在美国和欧盟之间 找到自己的位置 请问您怎么看 英国和欧盟未来的国运 英国和欧盟 会在未来的东亚 扮演任何角色吗 刘仲敬 欧盟不是一个国家 他承担不了国家的各种职能 简单的说 欧盟是一个官僚机构 和众多行会律师的活动平台 后一方面的作用 才是他的实质作用 他不提供国家负责的安全和外交方面的服务 他提供的主要是各种标准 欧盟的主力之所以是德国 就是因为德国是标准的主要生产国 这个跟哥德那个时代的神圣罗马帝国是差不多的 法兰克福的帝国议会主要就是干这些事情的 所谓的帝国不是一个统治机构 而是一个登记机构 尽管皇帝本身是毫无权威的 皇帝只对他的直辖领地有权威 但是个邦国 城市或行会通常都要把他们自己的各种规范 拿到帝国议会来进行登记 由相应的登记又产生了无穷无尽的诉讼程序 这方面的事情才是欧盟的主要功能 而德国对欧盟的支持 主要是因为德国产生的行业标准是最多的 把德国的行业标准通过欧盟尽可能的推广 实际上就会导致德国产业链的扩充 实际上就是变相地实现了法国和南欧 跟德国的经济附庸关系 欧盟本身不提供政治决策 所以严格来说 新闻记者所说的英国和欧盟的谈判是不存在的 欧盟不是一个国家 不干这种事情 欧盟的官僚只负责提供谈判平台 对英国标准和欧盟标准之间的各种联系 加以谈判 这个谈判其实跟入欧的谈判 以及苏格兰跟英国和欧盟进行的谈判是差不多的 主要就是一个标准不同的问题 由苏格兰的司法体系和普通法体系 产生出来的标准跟欧盟原先的标准如何对接的问题 这里面的问题跟密西西比和魁北克的司法体系的问题是差不多的 都涉及到不同来源的法律体系 对于不同行业的准入标准或管制标准有所不同的问题 在各种司法管制相互接触的情况之下 应该以谁的标准为主 哪些情况之下以哪种标准为主 例如 普通法的做法向来就是 把其他系统的法作为一种特殊的习惯法 纳入到普通法的体系之内 在不同的法律体系对接的时候 管制标准是经常需要各自表述的 英国和欧盟的谈判主要又涉及到像北尔兰和直布罗陀这样的特殊地区 在地理上跟欧洲是联系起来的 就涉及到交通和人员流动之类的管制标准 要不要跟英国本土一致的问题 这里面主要的谈判过程实际上是 英国国会通过委任立法产生出来的那些为政府服务的行业律师 在联合王国本来有的各司法体系之间寻找判例 欧盟的官僚方面起的作用是消极的 他只负责提供平台 也就是说像比斯迈在柏林会议上所说的那样 他是一个诚实的前客 他本身不是谈判的一方 参加谈判的是利益攸关者和他们的行业协会当中 为政府服务的法律代理人 是这些人在进行谈判 主要的谈判是在北尔兰和英国本土之间进行的 欧盟方面的利益相关者的立场 反而是消极的 北尔兰跟爱尔兰和欧洲的路径联系 是他在谈判当中采取的是亲欧洲的立场 这个跟以前托欧没有成为新闻的时候 苏格兰人跟英国和欧盟谈判的关系是基本一样的 实际上是英格兰王国的几个司法体系 在跟苏格兰人 直布罗陀殖民地和北尔兰进行谈判 北尔兰在政治上是比英格兰本土更强烈的英国统一派 但是在司法上却是欧洲派 这两者的立场是恰好矛盾的 而苏格兰人自古以来都是英国和欧洲之间的 其强派要坚持自己独立的司法体系 由于要跟英国司法体系和欧洲司法体系衔接 又产生出了大量的新标准 严格来说 古老的苏格兰法 其实本身就是接触普通法的结果 苏格兰为数很少的判例 在接触到普通法为数很多的判例以后 延伸了很多中间判例 所谓的苏格兰法 其实主要就是这些中间判例 它并不像普通法那样 在普通法产生以前 就有萨克逊系 诺曼系 丹麦系 等几个大的法系和众多判例 苏格兰人原先的判例 其实是很少的 而且可能跟萨克逊人和丹麦人的区别也不大 很像是英格兰的一个北部诸侯 而苏格兰法系的产生 本身是把自己从一个诸侯的法系 虚拟成为一个跟普通法平起平坐的法系 然后为了跟普通法不同 例如司法行政长官之类的职贤和权限都不同 又要跟普通法对接 又产生了很多中间管制规定 这些中间管制规定 才是苏格兰法律的核心 苏格兰高等民事法院 主要就是 在强调苏格兰人的继承制度 跟英格兰人不同的过程当中 通过反对普通法 而发明了一套 跟普通法和欧洲法都不同的苏格兰法 这个过程实际上 绝大部分是在斯图亚特王朝时代才开始的 按照苏格兰民族神话来讲的话 它是在斯图亚特王朝背叛苏格兰 企图把苏格兰变成 英格兰的法律殖民地的过程当中 由苏格兰爱国者进行的被动防御战 但是其实 它像大多数民族发明学一样 前半截基本上是近代才虚构出来的 欧盟的谈判之所以复杂 不在于欧盟有任何政治上的抵抗力 官僚机构是没有政治决策权 也没有政治抵抗力的 麻烦在于 英国人自身的立场并不统一 这就说明 英国不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参加谈判的 主权国家是有一个统一的外交代理人 而英格兰不是一个统一的司法区 联合王国有很多不同的司法区 有很多不同的行业和利益相关者 由于20世纪以来 大规模推行的委任立法 使得英格兰自身的行政司法体系 也产生了很多神圣罗马帝国的特征 对于行业的相关利益来说 重要的不是国会制定的法律 而是国会委任相关行政部门制定的细则 细则是一种介于法律和规章之间的东西 最典型的细则 就是上海公布局制定的那些buy loss 对于上海人来说 那些buy loss才是最重要的 纳税人会议制定的法律没那么重要 法律只管空洞的东西 就像是美国人一般用不到美国宪法那样 用得着的其实是各州的地方性法律 而buy loss也不是州议会制定的 它是行政一端 就是纳税人会议委托的市政委员会公布局制定的 在19世纪国会权力的最高峰 国会议员通常是亲自立法的 但是20世纪行政国家的膨胀 使得国会更倾向于委任立法 就是只制定原则性的法律 具体的操作规范 由政府各部门聘用的律师去制定 这当然是行政权力扩张的产物 而由于司法权力的强大 行政部门在根据国会立法制定细则的时候 通常会聘用来自行业协会或者大公司的律师 因为行政部门自身总是被动的和缺乏创造能力的 所以委任立法的结果是 在很多情况之下 例如铁路工会立法和煤矿工会立法 实际上是行政部门聘用原先经常为 比如说东北铁路公司之类的私人企业服务的 有经验的律师团队参照比如说好莱坞行业协会 自己制定的行业规范略加斟酌 再加上一点汉福莱爵士所说的公众利益之类的东西 最终就成为根据国会立法制定的行业规范和细则 资本主义运作 大多数都要依靠这些跨界细则 理论上是由立法机构国会制定的 但是实际上是由行政部门和司法自治团体联合制定的 就技术方面的贡献来讲 主要是行业协会和司法自治团体 公会和行业协会之类的组织 通过他们自己常设的律师事务团体制定的规范 在行政部门汇总形成了大量法规的海洋 这些东西才是资本主义竞争的实质 资本主义竞争的最重要部分 并不是产品质量和价格竞争这些东西 老实说 这些东西是比较低级的东西 如果你要依靠提高产品质量 或者降低价格来竞争的话 那么你肯定是那种无依无靠 非常孤立的小企业家 大企业家以及有势力的工会和行业协会 他们竞争的方式不是这样的 就是通过他们的法律代理人团体 通过政府部门去制定和修改规则 例如 像加拿大的奶农 他们所依靠的就是通过加拿大政府制定乳品销售和质量的标准 实际上 普通的奶牛养殖户是不用自己去管销售或价格之类的事情的 他们的协会和法团组织会管的 这个法团组织并不是费拉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那种自由竞争的组织 而是一个典型的像东印度公司一样的特许权组织 乳品业是加拿大的一大命脉 所以加拿大的农场主是依靠他们的行业协会 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 不是依靠他们在国会投票的比例 或者依靠他们在自由市场竞争的比例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们早就被美国农场主吃掉了 他们靠的是他们的行业协会操纵加拿大政府 然后通过加拿大政府 把他们的规范变成了北美自由贸易谈判的一部分 进而变成了国际条约的一部分 这整个过程就是一个行业团体和律师团体造法的过程 真正在英国和欧盟的谈判中起作用的 其实就是加拿大乳品协会诸如此类的组织 这些各种各样的组织通过他们的行业协会和律师团体 操纵英国负责委任立法的行政部门 然后这些行政部门又把他们的谈判项目 加入到欧盟主持的谈判平台 严格来说 没有英国和欧盟的谈判 而是有欧盟提供的谈判平台 在这个谈判平台当中 各行业团体和他们的律师进行规则方面的博弈 因此 这样的博弈必然就是时间很长 像法兰克福的帝国议会一样 是今年累月谈不出什么结果来的 但是这个并不影响欧盟各国和英国的外交决策 对于英国来说 退出欧盟以后 它的外交差不多就像是法国撤出阿尔及利亚以后那样 只会进行的更顺畅 因为相应的协商义务大大减少了 欧盟没有外交 欧洲委员会并不负责外交 但是欧洲委员会的存在使得主要的大国 特别是法国 法国原先是跟英美平起平坐的大国 它有外交特权 而德国作为战败国 本来已经没有什么了 所以也没什么损失 增加了很多协商的义务 这些协商的义务使得法国的外交失去了灵活性 而对于德国和意大利来说 这就没有什么影响 他们本来早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外交特权 英国退欧以后 它的外交就可以变得更有力和迅速 外交跟法律谈判和司法诉讼不一样 事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不能及时反映的外交 就是一个瘫痪的外交 欧盟各国的外交 就是典型的瘫痪性质的外交 而英国在摆脱欧盟以后 它在外交上 肯定会处在更强有力的地位 而且 它不存在在美国和欧盟之间自处的问题 像贸易谈判之类的东西 仍然是行业律师的事情 跟英国本身的外交政策关系不大 英国本身的外交政策 只需要在各大国之间协调 而参加欧盟的各大国 例如法国 在外交上是一个塌陷区域 所以 英国肯定会更加强调在海外和远东的活动 以及英美特殊关系 把欧洲作为不需要特别处理的一个扁平区域 也就是 没有政治决策能力的区域 只有那些没有政治色彩的行政和司法具体事务 这些事务是不用政治家出面的 部长大人都不用亲自出面 让汉福来爵士和他手下的律师 去做日常的常规处理就行了 它不涉及政治决策权的问题 主持人 川普在即将卸任的时候 通过了一系列的政策或法律 跟台湾有关的就是 取消了美国政府官员跟台湾方面接触的内部规范 这被认为是对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的制约 或者可以说他们想要先制造继承事实 最新的消息是 国务卿蓬佩奥说 武汉病毒确认是从武汉研究所研发出来的 但是 蓬佩奥和川普政府就快要下台了 请问 这对未来的拜登政府和美中关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还是说拜登政府可以完全无视蓬佩奥的说法 刘仲敬 台湾旅行法实际上是作废了原有的规范 使得行政部门 这又是一个委任立法的问题 有必要制定相应的细则 来代替原来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细则 但是 制定细则是一个专家问题 礼仪式宪法的一部分 外交礼仪是宫廷礼仪和贵族礼仪的延伸 这两者就是外交的主要部分 外交最初是怎么产生出来的 神圣罗马皇帝像宋湘公作为盟主一样 在诸侯会盟当中应该先执牛尔 因为他是荣誉主席 皇帝的地位是最高的 英国国王和法国国王只是国王 国王怎么能跟皇帝相比呢 这就像是宋湘公坚持 我是公爵 你们这些自爵和伯爵应该排在我后面 但是法国国王像楚国国王一样 他说我是国王 比你公爵还要高 而宋湘公抗议说是 你压这个国王是自封的 能跟我这个合法的公爵相比吗 法国国王坚持说是 我要做第一把交椅 外交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渐渐产生出来的 像神圣罗马帝国的重臣 他们自身也是大诸侯 他们的宪法地位首先是谁负责端皇帝的酒杯诸如此类的问题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那些大诸侯真的会去给皇帝端酒杯 他的端酒杯特权跟路易十四非要坚持的我要坐在皇帝前面的权力一样 也是一个宪法特权 这些繁杂的东西 连同文章学之类的东西 都是需要专家来研究的 文章上的哪一个图案 是哪一位决业跟另一位高贵的女士联姻以后 为了崇尚娘家的地位 才从女方家族的文章中 截取了一部分 放进我的文章中的 使我原先比较好认的文章 现在变得认不出来了 而这个文章需要在各诸侯和各贵族的交涉当中受到特殊的尊重和认可 那些没有把妻子的文章加进来的贵族应该怎样对待这种文章 承认还是不承认 那就涉及到很多微妙的社交问题 这些社交问题又是宪法问题和外交问题 你如果不了解这方面的来龙去脉 和历代围绕着这些规则引起的冲突的话 那你是做不了一个外交家的 外交家是干什么的 他像专业律师一样 像孔子的学生子章一样 大脑里面满满的装着国会子和高招子 保不定是从周武王和周成王那个时代就开始积攒的 这两位绝爷的家族跟各位贵族举行交涉和各种仪式的各种知识 只有他才有这么丰富的知识 所以在两位贵族家里面办丧事的时候 不请这样的礼仪专家去主持是说不过去的 只有他才能够做得恰到好处 而别人就没有那么丰富的知识 不懂得怎样举行一事 然而川普的外交团队就有这样一个问题 应该说国会制定立法 以后就应该派诸如此类的专家来考虑谁做第一把交椅 比如说塞浦路斯的代表出面的时候 土耳其人是不是应该回避 如果土耳其人不回避的话 会引起土耳其国内政治的危机 如果你连这一点都安排不好的话 你呀就别去主持外交了 但是一般的外行哪里知道塞浦路斯 希腊和土耳其那些乱七八糟的恩怨 如果你不知道这些恩怨 把塞浦路斯人跟英国人 法国人 瑞典人和芬兰人一样胡乱排列的话 那么战争的危险就要由你自己制造出来了 所以外交不能这么搞 但是川普手下其实是没有那么多人的 川普政权的一个特点就是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 那是一部著名的美国老片 天真纯洁的爱国者 史密斯先生心目中的美国是儿童科普教材交给他的 道德高尚的华盛顿将军和他的战友们创造了纯洁的美国 大家都在无私的为公众的利益服务 然后他这个乡下的年轻人就这么近了华盛顿认识了一个女朋友 他的女朋友是某一位议员的秘书 他就了解到我们敬爱的议员们一天到晚都在忙着分赃 于是他愤怒起来了 觉得政治不应该这样卑鄙 他就开始像川普一样大闹起来 惹起了各种纠纷 但是他的问题就是 他不是专家 他那些纯洁的道德感 按照川普的说法就是深层国家排干华盛顿的沼泽地 不但排不干沼泽地 赶不走那些恶鱼 还使自己陷到沼泽地里面 差点出不来 电影当然需要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他那位伟大的女朋友 作为沼泽地大鳄 是一个形象上跟现在的麦康奈尔差不多的资深参议员 做出了在现实生活中非常不可能的事情 他觉得为了爱情和纯洁的道德感 抛弃那些沼泽地生物 捍卫华盛顿将军的理想是很值得的事情 于是他们郎才女貌的联手打败了一些沼泽地的大鳄 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一般都是相反的 所以川普手下的国务院不断的换人 首先来了一个商人蒂勒森 是老建制派给他推荐的人 所以他不满意 然后又来了一个中央情报局的蓬佩奥 无非就是说明他在专家圈里面没有人 像博尔顿这样的专家觉得他是一个外行 有轻视他操纵他欺负他的倾向 而川普也不是随便让人欺负的角色 我毕竟还是老板 你敢欺负我 我至少可以撤你的职 但是撤了职以后 他手头又没有可用之人 所以他手头的外交和情报方面缺乏信的过的人 跟尼克松总统和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的关系是一样的 尼克松时刻都觉得赫尔姆斯是在玩他 事实上赫尔姆斯也就是在玩他 但是撤掉这个家伙 另外换一个人 好像也不比赫尔姆斯好 说不定还会更糟糕 所以他也就只有忍下来了 这样就有一个麻烦 要费很大力气召集一批专家去制定细则 而老板又随时觉得你呀都在玩我 所以他就迟迟不做任何事情 川普时代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 就像是所有被深层国家敌视的领导人一样 三分之二的政权不在我的手里面 因此我制造出来的政策 就很容易得到外航红卫兵的叫好 义正词言 旗帜鲜明 但是基本上没有执行细则 最重要的东西是官僚的执行细则 这些东西你基本上没有 所以基本上是放空炮 但是放空炮这件事情在短期内是能够赢得外航和边缘观众的极力喝彩的 他们不会注意到执行起来和协调起来的困难 他们自己也是外航 不知道这里面的复杂性 所以台湾旅行法搞了这么久 官僚机构还是在阴寻前朝的旧令 在官僚机构没有得到新的指令和详细办事守则的时候 他们的本能就是销规草随 目前按照旧规矩办 等着领导给我下发新规矩 而领导的新规矩迟迟不下发 实际上他们还在执行奥巴马时代的旧规矩 假如川普连任成功 能够什么时候凑集出足够的专家团体 这是不好说的事情 按说的话 合理的推断就是专家和官僚是只会消极抵抗的 像博尔顿那样跳出来说 老板你就是不行 这是绝对的少数 也是违反官僚制度的常规的 大多数官僚不会这么做 他们只会官网封色 陈水扁在任的时候 我们跟他不合作 但是我们也不反对他 我们希望他赶紧滚蛋 然后一切恢复正常 但是如果他连任了 好像不会迅速滚蛋了 那么这时候就会有一部分人出来跟陈合作了 估计到第二任期的时候 他就会有一些专家能给他制造操作细则了 但是他没有第二任了 他没有这个时间 于是他就采取了在官僚系统 看来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 直接了当的统统作废 统统作废 那么你应该有一个新的规则 但是制定新规则的任务我不承担 下一任政府去办就好了 蓬佩奥不是职业官僚 他是有政治野心的人 他的如意算盘 明显就是川普看来不行了 但是川普的群众还在 是不是该轮到我上了 川普你赶紧退休吧 川普退休了以后 过去拥护川普 现在对拜登不会有好感 而且不准备善罢甘休的这些数目 非常大的群众和政治资源 你们都来拥护我吧 我需要的是什么呢 你看我已经搞好了 拜登又给我搞坏了 或者拜登不搞 这就是我的政治资源了 无论拜登政府手下的官僚 制定什么样的新规矩 他作为政治家而非官僚 都处在只批评而不负责的状态 他可以批评你 川普已经废除了所有的限制 你呀又制定了一些限制 你看你是不是在搞复辟 你是不是在绥静 我把你制造的那些限制条件 说成是绥静是很容易的 你怎样才能制造出一个条件 让我不说话呢 不可能的 但是你可不可以不制定规范 当然也是不可能的 同样也会遭到我的指责 不制定规范是什么意思 就是只有原则而没有细则 那么官僚系统怎么办事呢 只能第一像奥巴马时代 处理阿拉伯之春一样 就是国务院的几个年轻的官僚在上级 也就是奥巴马本人拍拍脑袋说 我没有主意的情况下自己制定政策 其实穆巴拉克的倒台 跟伊朗国王的倒台不一样 是在美国总统放弃决策的情况之下 被国务院的几个小官僚搞下去的 这些小官僚认为为了民主的缘故 不应该支持这个独裁的小伙伴 而奥巴马政府对于前苏联地区 是有既定政策的 对于中东则没有既定政策 所以就听任中东陷入了瘫痪 要么就是文官擅自决策 要么就是比较滑头的官员 继续按照川普时代没有制定 而奥巴马时代有遗存的那些规定进行 那就等于是你根本没有改 那当然又是一个罪名 你这不是绥靖主义吗 川普总统已经根据国会法律废除了这个规矩 你还按照这个规矩做 你是不是蔑视国会呢 当然也是你的错 当然拜登的特点就是 他在在野的时候 手下的专家就已经一大批了 比在朝的川普的专家还要多 所以他不大会这么做的 拜登先生肯定会按照他 自古以来的那种 永远站在目前的大多数这边 随着这个目前的大多数 不断摇摆的基本风格 永远赞成两党建制派达成共识的 那一部分意见 因此他会根据这个意见 去制定操作细则的 而这个操作细则 无论如何都会被骂的 照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制定的政策 就是按照两党议员通过的 台湾旅行法制定的 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但是实际上 真的执行到细则 肯定又会被骂 要么是被骂成绥静 要么是被骂成挑衅 行政技术这个东西 本身是没有党派性的 但是正因为它没有党派性 它是操作性的东西 所以你说它偏袒 谁都是可以的 都永远不会有任何结论 就像是你说 一个女人是漂亮 还是不漂亮一样 这是根本没有办法 下结论的问题 你只要事先打定主意 说她就是美人 就算是所有其他人都说她不漂亮 你也可以硬着头皮说 这叫有气质 反过来 即使所有人都说她漂亮 你一定要反过来说 她在某一点气质庸俗 根本不漂亮 谁也没有办法证明 你说的不对 你只要成心鸡蛋里挑骨头 你总是有话说的 所以 无论拜登政府的官僚 怎样制定规范 我们敬爱的蓬佩奥 都会有话可说 当然 这种做法会使她在官僚系统中 非常不得人心 但是这一点 确实也是政治家非常常做的事情 汉服来爵士 并不是无缘无故当划头的 从文官自己的角度来讲 是我们做无名英雄 埋头苦干 对于中央情报局那些人来说 还要冒生命危险 一切荣誉都归于政治家 就这样 你们还不满足 还要随便往我们头上泼脏水 基层工作真是他妈的没法做 如果不是因为 我是纯洁的爱国者 像我们敬爱的赫尔姆斯局长 所说的那样 凭我的能力 在私营企业 可以比在中央情报局 拿三倍的工资 而且还不会被人骂 还不会同时受到上级的欺负 和新闻媒体的骂 我他妈的 才不干这种苦差事呢 我肯干这种苦差事几十年 就已经说明 我是一个多么忠诚的爱国者了 比你们那些 一天到晚说空话的 政治家和新闻记者要强得多了 当然 他们也不是傻瓜 自然会采取各种自我保护的手段 这些自我保护的手段 在政治家看来 就是永远无法撤职的文官 玩弄政治家的手段 就是汉服来爵士 对待哈克大臣的那些手段 蓬佩奥出卖官僚体系 把官僚体系当做坏人 以便在将来增加自己政治资本的做法 实际上不是新鲜的 官僚部门早已经习惯于 所有政治家都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他们 所以他们肯定也早就会在他们自己负责制定的规章制度当中给自己留下退路 保证自己无论如何都立于不败之地 只是他们不可能像博尔顿那样出风头 像政治家一样写起回忆路 说谁如何如何不行 谁如何如何行 做了这种事情以后 你以后就很难做官僚了 在文官团体里面混事的人要懂得沉默地保护自己 因此 这种事情就会进入自然而然的政治常规当中 蓬佩奥利用他的政治资本 官僚系统利用他们的行政细则来保护自己 只有外行群众在这里非常激烈 以为自己能够搞出什么东西 其实基本的范围在台湾旅行法制定的那个时候 就已经确定了 他们当作改变或者认为值得掐来掐去的那些东西 只是一些泡沫上面映出的彩虹的不同颜色 也就是三公六婆对于一个女人漂亮不漂亮 发挥的各种私人言论 这些言论你就是一句话都不说 一句话都不听 对局势都是毫无影响的 听了或者说了 多听多说 对局势同样都是毫无影响的 基本格局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川普同时还解密了一个 据说是30年才应该解密的印太文件 但是我稍微看了一下那个文件 我的印象是 我好像在2012年就已经看过了 在弹头经常看的那些外交杂志上面 这里面的全部内容都是公开的 由于美国的智库和国务院的决策之间的联系 是相当密切的 实际上智库拿出来当作可行方案的东西 确实很有可能在有朝一日真的变成国务院执行的政策 这就是为什么白去党队布鲁金斯 学会那些智库的专家特别加以巴结 特别喜欢给他们为各种材料的缘故 他们制定出来的那些方案 只不定有朝一日会被国务院采纳的 而且他们那些专家也很有可能有朝一日被国务院聘用 变成国务院的正式工作人员 所以所谓的解密其实没有解除任何秘密 在希拉里还在当国务卿的那个时候 在麦凯恩还在当参议员的那个时候 印太战略就已经被炒得很热了 相关的内容就全都出来了 而川普在这个时候把它拿出来公布 肯定不是为了规范拜登政府的政策 拜登是一个老外交家 麦凯恩他们在搞外交决策的时候 至少是希拉里在负责主管美国外交的时候 拜登是经常参与决策的 所以这里面的内容肯定是他自己就参与了决策的一部分 而川普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公布 本身肯定也像是蒂勒森搞出来的那一套一样 是为了他在卸任以后给他发动的那些外行群众看的 这些外行群众外行的程度 你就可以由林伍德大律师L 林伍发的那些推文看出来 他发的那些推文充分说明 他要发动的那些群众是平时根本不参加政治的 所以连ABC的常识都不懂 这在他们看来都是非常可信的东西 有些东西本身就是起筛选作用的 例如你写一篇装模作样的充满了古典典故的文章 那就是说你要筛选一下读者 不是士大夫的素人白丁 你就别来看我的书了 你看我是多么高贵的人 我用了这么多典故就是为了把你赶回去 反过来说如果有一个诈骗团体 在电话中对你说了一句很愚蠢的话 你不要以为骗子比你蠢 他如果蠢的话他当不了骗子的 他是在筛选 他的目的是要筛出一些非常外行或者智力很低的人 比较聪明和内行的人可能反戈一击把骗子揪出来 那样的话骗子就赚不到钱了 所以我事先就要测试一下你的智商和内行程度 你如果觉得骗子骗得太拙劣 那就说明你不是适当的客户 你把骗子赶出去 你以为你战胜了骗子 其实骗子就是要把你这样的人筛出去 例如江湖医生要说服一个白血病病人不要住医院 他肯定要说一些毫无常识的话 如果是医生听了这些话就把他赶出去了 但是这个江湖医生本来就是不打算让医生来的 如果医生来了抓住证据 不是要把他救到法院去了吗 所以他就是要搞那些会相信江湖郎中的人 所以林伍德律师搞出来的那些人 实际上跟沃诺克牧师搞出来的那些选民是差不多的 他们肯定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不曾参加过投票 而且根本不看政治新闻 可能就看看电视体育节目 所以连ABC都不懂 所以他说出的那些话 把卡尔罗夫气得要命 觉得只要对美国宪法有ABC的了解 都不会相信这些屁话 但是卡尔罗夫是乔治 布什总统的竞选经纪人 他是建制派的人 他的目标选民显然就是传统的共和党选民 这些选民占人口比例不高 所以小布什和戈尔竞选总统的时候 投票率是不高的 而共和党之所以需要川普 就是因为川普有一个拿破仑式的功能 他能够把平时不参加政治的这些消极人口 动员出来参加投票 有了这些票数 过去赢不了的地方就能赢了 相反 沃诺克和爱布拉姆斯 在佐治亚干的那些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把平时那些我相信中央情报局发明了艾滋病来消灭黑人人口 我们参加投票是毫无用处的 所有的投票都是被白人操纵的 你参加投票有什么用 跟不参加投票完全一样 所以我们根本不参加投票的人用马丁路德金的方式动员起来 说服他们相信 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 这一次参加投票会有用的 于是极大的提高了民主党的投票率 使得民主党增加了两三成选票 使得从来不可能赢的佐治亚洲居然赢了 双方所动员的选民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们动员的对象都是高贵的建制派心目中的不可救药的草根 野蛮人和交不会的下等人 尽管嘴上不能这么说 建制派心里面很高兴 这些难缠的民粹主义者 他妈的平时不来参加投票 我就是希望你们这样 例如台湾的选举一般是在星期六和星期天举行的 而美国的选举却不是 为什么要搞得这样不方便 就是希望你们觉得不方便就少来投票 为什么美国是山巅之城 因为美国的选举有的时候 不是所有的时候 因为形象这个东西主要依靠选择性的遗忘来维持 希望你们这些比较怕烦 社会性联系比较弱的人 换句话说 就是在等级选举制时代 根本没有选举权的那些人 在大众民主时代 虽然你有权选举 但是你自己放弃投票权 为什么欧洲有工党和社会民主党 而美国只有民主党 民主党和共和党一样 都是资产阶级党派 有可能支持工党 社会民主党 甚至共产党的那些选民到美国的哪里去了 自从有了社会民主党以后 欧洲的投票率经常被提到80% 美国的投票率很少达到60% 通常就在50%上下徘徊 多余的人上哪里去了 实际上是精英阶级共谋 希望他们不要参加投票 他们不参加投票 美国政治就像是18世纪的英国政治一样 是一个寡头俱乐部 寡头俱乐部的内部 麦康奈尔和拜登见面的时候 那就像是失心王理查和萨拉丁见面的时候一样 形式上摆一摆 做一做我反对你 你反对我的架子 私下里他们的关系其实是很好的 比他们跟自己的很多同党的关系都要好 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维持非恶泼赖的形象 那当然是非常容易的 大家本来就是好朋友 谁认为脱利党和辉格党 有实质性的区别 就会被伦敦的俱乐部私人餐馆的厨师 招待员和男仆狠狠地嘲笑 这些招待员和男仆 是最了解英国贵族的人 他们知道这些贵族在私下里 都要出没同样的俱乐部 吃同样的饭 但是在国会当中 你如果听他们富有罗马风格的演讲 你会认为有一方是卖国贼 很可能会被另一方 在选举胜利以后送进监狱的 这些慷慨激昂的演说 说明什么问题呢 只是说明 他们这些上等人 受过很好的拉丁文教育 在论证英国政务 以及英国跟法国或奥地利的外交的时候 擅长于引证西塞罗和凯撒的名言 但是你如果以为 他们会像西塞罗和凯撒那样发动内战 那就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了 但是寡头的圈子如果扩大了 就会被不懂事的外行冲破 那些不懂事的外行 是听你们的伟大演讲长大的 他们真的会相信 金利奇在90年代做议长的时候 曾经说过的那些话 认为克林顿是一个万恶的社会主义者 金利奇本人是不是会相信 这是很成问题的 克林顿时代 是民主党转向财政保守主义的关键时代 克林顿是美国经过长期赤字以后 第一次实现美国财政盈余的民主党总统 而随后的共和党政府 由于伊拉克战争的缘故 又使得财政大幅度增长 赤字在奥巴马和川普时代 又有了更大规模的增长 今天攻击拜登和民主党 使社会主义者的人很少注意到 长期以来 唯一能实现共和党口头鼓吹的财政盈余的人选 恰好就是他们心目中 美国左派势力和深层国家的总老板 和邪恶核心克林顿本人 那么这些外行选民被发动起来以后 是有很多副作用的 最直接的一条就是 建制派的精英控制不住他们 如果你真的要施加原有的控制手段的话 他们会像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那样得出结论说 你呀就是深层国家和沼泽地的代表 我们首先就要打倒你 而精英控制不住群众 政治规范就完全乱了 美国政治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 宪法和成文法是一个非常浮泛的框架 遵守宪法是容易的 就好像说 你只是一个不到两米的人 你的房子至少有五米高 你要跳起来让你的头碰到房顶 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 所以你要违反宪法 那是很困难的 宪法的天花板对你来说太高了 对你来说真正起作用的是 你客厅里面的桌子和椅子怎么样摆布 你永远也没有办法跳起来让脑袋碰到天花板 但是你很有可能在走路的时候一脚踢到椅子上把自己绊倒 这些桌子和椅子就是美国的政治习惯 它们没有什么宪法或成文法基础 而且是随时演变的 例如长期以来的金科玉律师副总统等于花瓶和废物 但是这个规范在冷战结束以后好像作废了 例如切尼副总统开始发挥了实质作用 在老布什让丹 奎尔当副总统的时候 但奎尔还是一个毫无用处的人 当了副总统以后 也没有给他赢得任何政治资本 拜登做副总统的时候 也就是独当一面的二总统 有很多事情奥巴马根本不管 就是直接由拜登管的 这种事情在1850年是不可想象的 在1990年仍然是不可想象的 而彭斯跟川普的关系也是这样 彭斯是拥有实权的人 拜登也是拥有实权的人 这个传统开始的时间是很晚的 差不多就是从切尼当副总统的那个时代开始的 但是这样的规范 比起宪法上的明文规定 对现实政治的影响更大 同样不成文的政治习惯 就是川普讨厌 但是实际上至少是必须合作的那些沼泽地生物 在密室里面私下勾兑的习惯 就是麦康奈尔一天到晚干的那些事情 才是政治的实质 这些末会知识掌握在资深参议员的手里面 例如像麦康奈尔和费恩斯坦 就是这样的资深参议员 他们不是依靠宪法去教育他们的后辈的 而是依靠他们自己的操纵手段和私下里的习惯 就像是18世纪的英国政治 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那些俱乐部的男仆端盘子的姿势的 因为贵族都在那些俱乐部玩 麦康奈尔时代搞出来的那些是美国政治能够顺利运行的规则 如果被没有经验的年轻人破坏了的话 那么国会就没办法运作了 美国的特点就是 其实两党都是执政党 欧洲议会制国家的做法是 政府实际上是国会的一个委员会 国会的多数党自动组阁 所有的大臣都是执政党的人 反对党暂时不能对立法和行政产生任何影响 所以立法和行政必然是协调的 双方都是同一党 但是美国不是这样 总统和国会真是对立的 而且国会的各委员会都是两党混合的 资深议员是两党都有的 所以实际上 第一 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不是欧洲意义上的政党 他们只是真正的政治集团参政议政的平台 平台本身的党性是谈不上的 第二 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是永久执政党 资深议员的权力经常比总统都要大 因为他们像是阿尔伯特亲王一样 永远都在 而首相干几年就走了 政治上的成功和失败 大多数取决于政治默契和经验 经验就包括 我知道 那个被华盛顿以外的人 都当做空气一样不存在的 瞧拜登那个家伙 从1970年来就窝在华府 你们要注意 这个人才是真正重要的人物 奥巴马总统 你作为芝加哥的外乡老 和民权运动培养出来的人 你要注意 白人占多数的美国 和长期以来跟群众运动隔膜的官僚机构 不会喜欢你这种人 你要有一个内行来带你走路 这个内行不是那些名声很大的禁礼旗 诸如此类的人 而是那个不险山不险水的乔拜登 从70年代开始 他就在这里 大家从来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我告诉你 他从来没有站错队 民主党支持罗斯福新政的时候 他是工人阶级的朋友 克林顿总统废除福利国家的时候 他是新自由主义者 布什总统打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他是帝国主义者 他每一次都站在了正确的一方 你需要的就是这种人 让他来给你当副总统 你办不了的事情都交给他 对你来说是没错的 他这种人不会跟你抢工 他干出来的事情 最后功劳都会归你 拜登和麦康奈尔 都是这样的末会知识的掌握者 他们能够顺利操纵的时代 国会立法和行政才能够顺利进行 这种人的角色有几分像王金平 只不过美国政治的诸侯 比起台湾来说山头要多得多 如果要用台湾经验来理解美国的话 那么你就要想象 蓝绿两党都是美国那几百个山头当中的两个山头 除了他们以外 还有几百个论规模和实力 跟他们差不多的山头 以至于就不能够把战线画得太清楚 各山头之间的博弈 诸侯之间的联合 就变成很复杂的外交了 一方面 议员要像歌舞技的表演一样 让他们的选民相信 我是在给你们出力的 但是你如果真是傻傻的这么干的话 你在华府混不了几天 就会被深层国家搞下去 你要在华府能够混得了几十年 就要像麦康奈尔那样 还能够给自己的选民 搞一些跟意识形态口号没有关系的实惠 同时在政治交易的过程中 把自己的亲之进脉弄得肥大起来 当然与此同时 你自己积攒的政治经验起了缓冲作用 在各方面的矛盾可能爆发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会去牺牲自我 甚至自掏腰包 让各式各样鲁莽的麻烦制造者 都心满意足地 腰包鼓鼓地回去 这些事情 对于国会的顺利运作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只按照宪法上的三权分立 那么美国就很有可能变成 二十世纪出业的巴尔干国家 或者十九世纪的拉美国家 那些国家的成文法和国会规范 跟美国国会是没有明显差别的 但是实际结果 却像是德国在三十年代那样 能够负责任的党派 像德国民主党之类的 是极小极小的小党 而诚心想把国会搞瘫痪的纳粹党和共产党 各拿了三分之一的选票 和全国会百分之四十的一席 瘫痪了个委员会的运作 再加上一个永远不合作的天主教中央党 德国帝国议会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议员 都随时准备解散帝国议会 能够建立起来的政府 通常是只能得到国会中百分之二 三十的议员的支持 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 要么就是倒台 要么就是贵求新登堡总统宣布紧急状态 依靠总统全力治理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 为马共和国就非到不可了 有什么理由使那些议员不能合作呢 绝不是国会的规章 而就是他们自身的政治传统 如果美国议员们的行为方式 跟德国人一样的话 那么国会瘫痪的结果是怎样呢 政务无法执行 像纳粹党和共产党这些极端党派就说 资产阶级民主已经完蛋了 让我们进军柏林 武装夺取政权吧 我们武装夺取政权以后 会给你提供秩序的 在拉丁美洲国家 像这样的情况 经常就出现 类似川普和沃诺克这样的政治人物 率领他的民粹主义大众 在国会占据足够多的席位 甚至不用像查维斯那样 获得总统席位 使得各委员会无法组成 国会陷入瘫痪状态 他向人民证明自己是忠诚的 与此同时 军方和寡头们就开始说 国会政治已经瘫痪 我们无法维持秩序 现在所有人的利益都受到了损失 物价飞涨 工人失业 社会秩序就要大乱了 我们很快就要落到苏联 古巴间谍的手里面了 现在我们只能请弗朗哥将军 或者皮诺切特将军出山 请你出来拯救祖国吧 你发动政变以后 出来拯救祖国 只有解散国会 才能保证国会的正常运行 这就是拉美国家 不断发生政变的原因 国会议员自身的行为 使国会陷入了瘫痪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 点赞和分享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